婉婉 我不管你原不原谅我 但是我绝不允许你嫁给纪北 我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对纪北有这么大的敌意 当年他拿了三百万 却对苏家妇女 隐瞒宁静的存在 又故意不告诉你 苏玉暴走小泽 我有理由怀疑 他们为了钱 把第三个孩子卖掉了 你说的都是真的 林特助有些资料 苏许珊也证实了这一点 你说的这些资料 只能证明 纪北当时遇到的情况 比较麻烦 他不是为了 钱伤害小孩子的人 你就这么相信他吗 纪北他就是个 心机深沉的伪君子 当年我的情况凶险 做完手术 是他一直在陪着我 你肯定是搞错了 宁宁跟你的脾气是一模一样的 说 阿诚哥哥 阿姨说苏姐姐拿五百万签了分手协议 苏木婉的事情就不用你管了 她自己长嘴了 苏木婉 我在你心里就值五百万啊 阿姨 阿姨